1. 環島 環島 相信是每一個住在台灣 同時熱愛騎車的人心中共同的目標 無論過程是快是慢 天氣是好或壞 只要能自由的騎在這條公路上 對於平常壓抑已久的我們 就是一種救贖 2. 四小時 24小時是一天的時速總和 你可以選擇平淡的度過 或者是把每一個小時都變成一篇 獨一無二的精彩故事 這算是我人生第三次的24奶 出發前我先在驕傲站把油加滿 正好準時凌晨0點整 展開這次的旅程 出發前原本計劃是要先好好的睡一覺 補足精神再上 可是當我整理完器材 與準備好車輛 吃完晚餐之後才發現 早就已經晚上9點多 距離出發只剩下不到2個小時的時間 這種感覺就很像是當兵的時候 被排到要站兩三動腰這種尷尬時間的夜哨一樣 進退兩難 睡了不但不會飽反而會更累 所以也只要硬著頭皮的出發 也許對自己的體能跟騎乘技巧有很大的自信 不過24奶這件事 真的不是一件可以讓你當玩笑的事 一個不小心 不管再怎麽樣勞練的騎士都一樣會發生危險 所以抱著戒慎恐懼的心情踏上了這次旅途的開端 與其說24奶是旅行 倒不如說是一趟冒險會更適合一點 果然剛開場上西兵就發生了意外 原本計劃要固定在車尾持續拍攝縮時的GoPro Hill 7 可能是出發前精神不太好的時候 在選擇快扣底座時 不小心用上了副場的扣具 在通過西兵深港段的爛路時 一個超大的高低落差震得我心裡一喊 馬上回頭一看 果然 GoPro Hill 7就消失了 但是我不敢確定說就是在剛剛那個坦跳出跳車 所以也知道硬著頭皮回到屋漆重新再上西兵 找了一下之後果然是在剛剛的坦跳出發現了我的GoPro 讓我弄好就脫掉 讓我調節下來 我自己的外部的小 episódio 我的屋漆重新的 就是這一次 謝謝 我愛你 我愛你 就是要 和我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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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GoPro幾乎都是裸機使用 所以面對這麼高速的撞擊 它的保護性是沒有辦法和以前的防水殼相比的 所以GoPro Hero 7正式宣告陣亡 它的陣亡事小 最嚴重的是它代表著我就少了一個固定在後方拍攝縮時的鏡頭 變成是我在這趟旅程裡面只能靠剩下的散熱相機在補畫面 唉 旅途才剛開始的就是以這場意外展開 半夜的西冰真的很無聊 無盡的黑暗大直線 在方遠到大城這段的高架還在施工 所以必須下到平面道路來趕路 不過可以看的車旁邊還是有在動作的模樣 應該很快就能看到這段全線接通的模樣 不過我半夜騎西冰會有個壞習慣 就是會去跟一些汽車的車尾 因為只要距離不要太遠的話其實多頭可以吃到點尾流 也可以讓油門不用轉那麼緊就可以保持現在的速度 同時也可以靠前面的汽車來確認路況 畢竟在台灣就算是快速道路也藏著不少陷阱 因為我們的路就是爛了 很快通過嘉義來到台南 經過北門這段時就會碰上整段南下西冰唯一的一支車路相機 過了之後就差不多要接上台824號快速道路往玉井的台三線前進 這邊是騎中這環島時最長騎的路線 因為能夠避開比較繁忙的台南與高雄市區 但之前不同的是這次我騎的是仿賽的10R 和旅跑車比較不同的點是仿賽的油箱真的非常小 而且油耗也比較重 一桶油的保守里程數我只敢抓在220公里 不過24號最危險的是南部到東部這邊 在早上7點之前幾乎沒有幾間在營業的加油站 所以只要能看到24小時營業的加油站就一定要加油 如果不在玉井這邊加油的話 我下一站就必須要到旗山市區才能看到有在營業的加油站 不過沒有意外的話以10R的油耗我應該在半路就沒有了吧 因為距離最近至少也要5-60公里 南台山真的是一條不錯的公路 不過晚上四線不佳也只能保守一點 正常中正環島為了避免進入到動線較爛的高雄市區 所以都會選擇從台南線來接近屏東走台1線 或是更遠一點的185線道 一來動線單純二來車也比較少 不過如果是24的話我就會選擇走台29線 從佛瓜山那邊一路騎到林園工業區接上台17線 再一路往南向屏東前進 如果這邊是白天的話真的不建議這樣騎 因為車會超多尤其是薩子車跟大貨車 但是到半夜的話就會變成是一條寬敞的車掃 對於想要趕路人來說會是一條非常棒的路線 下了林園大橋之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找交代站把油加滿 雖然才騎了接近100公里的路程 但是這邊這個時間點等到離開屏東比較熱鬧的地方之後 要一直騎到早上7點左右 大概是台東成功的那邊才會有交代站開門 途中也許有幾間交代站早上6點就開始營業 不過大多是只有92跟95的小型交代站 所以從這邊開始就要進入油箱警戒的區域 如果你是小油箱的車的話 就是能看到交代站 不管油箱還是要多套油就先補滿 才能夠確保後面大概200公里的路程 不用擔心油料的問題 進到仿寮之後就是來到了台17線的終點 一直到離開仿山之後就正式進入平野公路 晚上這邊你看不到海景只有黑漆漆的一片 不過天氣好的話倒是可以看到右手邊的海映上月光的倒影 那在這邊一邊騎一邊放空一邊看著旁邊的月光 其實是蠻享受的 那現在的南迴公路比起以前好上很多 不用騎到封港的7-11的台一線終點 就可以直接從高架轉進去 那這邊底下還有一間20小時營業的交代站 如果你真的想拚到最後一刻再加油的話 這邊就是一定要拉到對上去加完油後再上路 不然半夜沒有油非常歡樂的 基本上半夜難回絕大多數的車都是從對上來 主要都是一些辛苦的學長要趁夜送菜送貨到西半部 而大車司機其實大多數的素質都很棒 他們的觀念比起一般的小車駕駛好上很多 不但會主動讓車看到對上有車會主動關遠光燈的大車司機 遠比小車司機要來上多上許多 不但我比較意外的是南迴這邊居然開了一間全家 其實到這邊已經有點累的感覺了 一直在猶豫要不要停下來休息 不過最後還是硬著頭皮繼續往上騎 那這邊看到幾個大型的塑料在挖 相信應該也是南迴改的工程啦 一直到了壽卡派出所才象徵性的停下來拍個照 紀念一下 畢竟這邊以前對於有的環島人來說 是一個充滿回憶跟情感的地方 可惜改建的時候沒有把當時那個簽名牆留下來 那邊牆可以說是南迴公路的環島文化紀念牆 台灣就是這樣子不重視所謂的文化精神的地方 這也是我每次經過這邊都會有點小小遺憾的原因 24Night在南迴最有趣的不是山路 而是看著天空慢慢變亮的感覺 很美也很有趣 因為接近夏至所以日出的時間大概在5點20分左右 出了南迴之後抵達達人鄉 在這邊一邊騎一邊看著累積了5個小時的路程的精華時刻 24Night如果不讓自己享受一下日出的美景 就真的太不值得了 也許這是一趟很極限的冒險旅程 但是一定要有一些回報讓自己這趟旅程 有一些精神上的獎勵 這樣才能夠讓自己騎的更長更遠 而我眼前的這片美景 就是我認為送給自己最棒的禮物 帶著美麗晨熙的海景與冰海公路 第一次的視乎是川普 車輛車輛 因著曙光一邊繼續完成剩下的路程 途中也會碰到一些熱血的車友打招呼 其實騎車騎這麼久 我個人認為最美的風景還是在黎明的這個時刻 起在這條滅海空路上的感覺 不用分什麼節日和景點 只要有好天氣就可以讓你有充分的享受 現在台灣人對景點的定義都太狹隘 好像一定要到有網美打卡或新聞報導的點才叫景點 不過相信對於一個真正自由的人來說 所謂的景點其實就是一個讓你的內心 可以得到最多感動的一個位置 它不一定是一個特定的點 或是打卡能得到很多讚的地方 只要能夠讓你覺得美 讓你的內心充滿感動 那個地方就是屬於你最棒的景點 那對於愛騎車人來說 最棒的景點就是從機車上看過去的那些風景 也許過程會累一點 但這種感覺是很多不懂得騎車樂趣的人所無法看到的 也是我們騎士們獨有的享受 但是雖然是享受 不過身體上的疲累還是要注意 一開始打算是到東河肉包吃早餐 不過現在太陽開始出來 加上先前也流了不少汗 必須補充水分 所以我就簡單請到路邊的7-7休息一下 補個水補充熱量之後再出發 餓的事當然其實不是一件壞事 但是如果你太過自信 做出超過自己能力範圍的事 那就很可能會變成是一場災難 累了 該休息的時候就休息一下吧 從7-7出發之後也差不多接近早上起點 開始看的出來陸戲有人上班 每個都是在一路狂飆的 路上還碰到一輛很帥的86 我就一路跟著他在他後面 一路到了東河肉包 以前我都會去大街上那一間 找回比較大的 不過後來聽車友說要吃肉包要吃舊街的 所以之後我真的都去吃舊街的 10年前騎昆仁環島的時候 其實那間新店也沒那麼難吃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後來久了 口感就沒那麼Q彈 而舊街這邊的口感 倒是維持的還不錯 所以我除了自己吃之外 也宅配了20顆回家笑起老婆 你們開始營業了嗎 肉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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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可以給我一張宅配單嗎 是啊 30C 30C 好 好 也順便在這邊做了一次 比較長時間的休息來克服體力 基本上離開東河肉包之後 一直到抵達花園之前就是一直騎 一直騎 沒有什麼經典可以停留 只有這支我認為全台灣數一數二被逼的側戶相機 藏在住宅後面 可以引起到我的注意 當然到了成功證之後就是先把油加滿 畢竟從屏東加完油到現在也騎了差不多了滿多米 你好酒吧加滿謝謝 你們製作加油沒有酒吧喔 好 好 好 順便把剛剛喝超過的水 在這邊解放一下再繼續上路 講真的要從這邊騎到花蓮至少要騎一百多公里 二次四彈來到這邊的感覺就是 好上好水好無聊又好累 真的還蠻掙扎的啦 因為這邊大多都是直線 景色也沒有太多落差 所以如果精神通話不好騎過這邊 絕對會是一道不小的障礙 那過了育長公路的路口 就是漫長的長冰箱 可是這邊比以前半段要好上許多的是 有著比較不一樣的景觀可以欣賞 除了舒拉公路的新水短影之外 這邊就是另外一個可以欣賞沿岸的景觀 而且路線會比一開始多了一些比較刁鑽的灣道 整體來說比較不會像之前那一段一樣的折磨精神 一直到了北海龜線 也就正式的進入花蓮 不過這邊會吃對象的車真的不算少 所以大家還要特別注意一下 騎了一段山路之後 我都會選擇在番薯寮這邊做完整的大休息 才進入花蓮市區 所謂的大休息就是把之前累積起來的疲勞一次性的釋放 才能夠讓自己在最短的時間內進入熟睡狀態 而且睡眠的時間不用太久 大約一個小時左右就能夠恢復不少的體力 也順便幫我的CNSF4充一下電 從台中出發之後差不多到現在也10個小時了 到剛剛還出現低電量的警報 算是蠻耐用的啦 不過一般車友如果沒有常進行這樣重複荷行程的話 真的不建議這樣做 因為在大休息之前的過程真的會非常非常的累 休息了整整個小時 體力和精神都恢復了差不多之後 就繼續趕路 離開翻水樓之後不久 就會進入到熟悉的花蓮海岸公路 那看到曾經租過的滲透里林民宿 還有我應該不會想要進去的遠雄海岸公園 但是我的路線並不會繞進去花蓮市區 只會從南邊公園這邊的外環道繞過去 左邊看到的就是東大門夜市 不過前陣子燒掉了 希望之後能夠闖見完畢 畢竟東大門算是花蓮全部夜市整合起來之後的產物 少了東大門之後的花蓮 其實就真的少了一位了 比較可惜的是是因為在趕路 沒有辦法去吃一下炸彈沖屋餅再走 這也是24奈比較無奈的地方 路過喜好點沒辦法悉心平常 不過我相信既然你選擇是24奈 代表的就是你要把騎乘的比重放的比公共還重要 所以咯一樣是樂趣 不過相信是完全不一樣的 可是這邊的公車實際真的很誇張 從小巷口出來完全不會減速 如果我沒有特別注意話 應該就已經被一波帶走了 只是天氣真的太熱 熱到我都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幫老婆買一個馬雞回去 但是真正的老牌子要進到花蓮市區 才買的到 所以我也知道隨便去路邊找一間買囉 之前都是買真師傅的啦 那這次想說是看一下買點別的 所以就找這一間來買 是誰說24奈就不可以買半手提回家的 雖然山裡的雲很厚 不過看的出來應該是不會下雨的雲 那海鮮這邊基本上都是大太陽 帶著這樣的好天氣進入到蘇花裡面 只有每次進到蘇花都會覺得 這棵樹是不是眼光出故意開的玩笑 不過它也真的是蠻有特色的一個造景 一路到河田加油站 把油加滿之後繼續趕路 但是今天蘇花的車真的蠻多的 所以真的沒辦法拍出比較漂亮的風景 因為都是池 但是這次我並沒有選擇付900塊的過路費去走蘇花改 而是選擇去看一下舊蘇花公路現在的模樣 車子真的是少了一點 也有一些地方的路被鋪平了 但是有一些奴心比較重的人就會開始覺得 那這樣子其實也沒有必要去蘇花改 反正都有知道路可以騎 問題是如果天氣差的時候 也能確保舊蘇花的安全性嗎 而且今天政府是用一個比發財產還要智障 說摩托車騎蘇花改的隧道會窒息的理由 來禁止摩托車騎蘇花改 請問一下 是被弱死砸死的風險高呢 還是騎隧道窒息的風險高呢 有腦子的應該都知道啦 當然這條抗爭路還很長就是了 選擇走舊蘇花的第二個理由 就是想要去看一下南方澳觀景臺這邊 真的好久好久沒上來過這邊看風景了 看一看蘇花的風光之後再看一下後面的海景 也算是替這趟旅程稍微打個氣吧 結束蘇花公路行程之後來到了蘇澳 回頭看一下蘇澳改的入口 只能夠用冷笑來結束這個回合 來到宜蘭之後基本上沒有什麼設定的景點 就只是一路提防側戶相機 騎一騎真的累到不行 才想到自己已經忘記吃午餐了 所以就只好草草的到路邊S7停下來吃個便當裹附一下 只是因為我覺得蘇澳公路的景真的不夠美 因為車太多了 所以我決定加碼走北海岸 來補足一下剛剛沒有抗海看過的遺憾 整個北海岸我覺得最美的一段應該是投城到貢寮這一段 原本是想說從貢寮接近雙溪 繞過10分之後軟軟再結合北海岸 因為可以繞過基隆市區 不過我最後還是為了多收入一點北海岸的海景 決定繞遠路把整個北海岸都騎完 也許這邊的景觀並沒有蘇澳公路的沿岸景觀那樣壯麗 但是也算是一個非常美的海景 畢竟我們西部雖然也有海岸線 但是台灣海峽黑水溝的稱號不是較假的 要看到這樣子未來的海岸線 真的只有東半部或北海岸才看的到 不過要欣賞這樣子美景的代價 就是要進入到我最不熟悉的基隆市區 這邊的路況感覺就是士林的武林北路到劍坦站這一段的放大版 放大加強版 而路線的複雜程度我想大概和中友河地區也有的比 而且我來這邊的次數應該不超過5次 所以來到基隆也終於逼我拿出手機再看地圖了 原本想的很美就是從基隆市區接到外木山 冰海峰里區來避開右手優場的台海線 不過一個閃神錯過路口之後 我就只能夠很任命的騎完我原本不想騎的台海線 接到萬里也如往淡水前進 而萬里金山這一段真的是一個非常噁心的路段 滿滿的次數相機會讓你騎到懷疑人生 加上體力已經有點建議臨界點了 說真的聊到這邊你也沒有什麼心情去欣賞路邊的海景 終於來到了三隻 看到這個熟悉的路口 當初就是在這邊牽了我之前的那台老地怪 最本來的是那時候我把三隻當成是隻山 後來仔細看一下才發現哇靠兩邊差的有點遠 現在想想真的是有氣又好笑 不過進入三隻之後也看到太陽漸漸的稀落 接近下隻的日落時間大約落在下午的6點40分左右 如果按照我原定的計劃 應該是趕得上到林口這邊欣賞日落才對 來到這邊我的里程數已經八百多公里了 長時間的騎乘外加沒有睡覺的狀況下 體力真的已經逼近臨界點 只能靠紅燈的時候一邊看秒數一邊小小的休息一下 講真的24奶真的不會是什麼很好玩的旅程 因為除了趕路就是趕路 不過我相信你會想到24奶你也應該不會抱是什麼出去玩的心態才對 終於來到了淡水 太久沒有騎這邊之後發現路線被修改好多 以前那個接近中正東路的山車路口 被修改的其實有點順 過了觀測大橋之後 終於來到巴黎準備接上西濱回家 在巴黎的中油加完最後一次油 就準備往台北港前進接上西濱的高壓道 在路上看著天空的雲慢慢的變紅 代表太陽即將西夏 比較可惜的是今天西半部的雲比較厚 所以沒有得看到美麗的火燒雲景觀 但是當夕陽西夏之後 也就正式的宣告這次24小時環島之旅 全部該看的美景多通都結束了 剩下的就是專心把車騎好回家休息 看著天色慢慢變暗 眼皮其實就真的慢慢的變重 24奈最怕的就是這個時候 所以我會建議 有心想要挑戰24奈的車友 請把又臭又長的道指線 擺在一開始體力最好的時候騎完 以前我一直以為要把體力留在最困難的山路 但是後來才驚取到 比起山路 又臭又長的道指線才是真正危險的地方 選擇逆時針環島的原因 除了漢海方面之外 就是灰塵在體力最差的時候 至少面對的是自己最熟悉的路線 路況掌握度高一點 也就是代表能夠有比較高的容錯率 很多人會問 環島不就是應該要慢慢玩 超樂趣嗎? 其實這樣只能算對一半 因為對一個真正熱愛的騎車人來說 不管你是慢慢玩也好 一直騎也好 對我們來說所謂的景點跟目的地 就只是一個讓我們可以出於騎車的藉口而已 騎車最美的風景 永遠不會是在你設定好的那個景點 而是在你到那個景點之前的過程 這是騎車人生中最享受的一件事情 也是許多習慣開車的人所無法理解的 所以你不需要用自己的喜好 去質疑每個騎車人的動機 對於一個熱愛騎車的騎士來說 我們不用知道太多繁瑣的細節 當我們想要好好放上自己的時候 唯一只要知道的事情就是 去騎摩摩托水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